美国人没能力同时维修十艘航母 准备世界大战 某些人没必要被无端惊吓 在过去的节目中 我们多次谈到美国海军出现了严重的困境 主要是其战舰日益老化 而航母在排队维修 深层次的原因是美国的造船军工企业的空心化 他们既缺少用于维修航母的干船屋 也缺少足够的产业工人 甚至连维修升级军舰的费用都远远不够 基于美国造船军工企业的拉垮 美国的航母在亚太局区才会出现越来越久的空窗机 没有料到的是 最近有一则关于美国同时维修十艘航母 准备大规模战争的消息成为了热点 有人因此镇定 美国正准备同时出动十艘航母母舰 发动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战争 当然更可能是要介入乌克兰战事 由于英国之弦声称 想派兵进入乌克兰进行培训 还有人因此而推测出 英美将要对俄开战的重大信号 你没看错 美国人明明没有能力正常维修航母母舰 目前有十艘航母在排队维修 但是硬是被一些人解读为同时维修十艘航母 要注意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排队维修的意思是这些航母 因为没有办法按时进入干船屋维修 失去长时间行动的能力 虽然同时维修十艘航母舰 的确像是在准备一场世界大战 但是如果有人把美国维修航母 以维修自行车做比较 那么这个解释可就太嘎了 可以说毫无常识 这里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 美国的航母都是核动力航母 如果不能够按照规定 完成以核动力有关的大学 是绝对不能出动的 这一常规动力航母遇到危机情况 可以快速出动完全不同 美国现在只有一个船务能够制造航母 而且美国本土目前只有东海岸和西海岸的两个船务 能够对航母进行维护 纽波特纽斯造船厂的船务 建造福特级航母都忙不过来 根本无力再去维修航母 美国的航空母舰如果要进行 更换核动力燃料级别的维护的话 其正常的周期需要两年时间 而现在的能力已经退化到四到五年 这也导致美军的航母出现排队等维修的情况 所以说如果美国人要把全部十艘航空母舰大修一遍的话 估计仗早就打完了 如果美国的航母只是简单的维修的话 的确在世界发明内有四个船务可以干这件事 但是并不等于美军有能力做好这项工作 所则也不可能出现美军航母集体排队等维修的事 第三个悖论是 美国出动十艘航母要参与乌克兰战士 问题是美国航母能随便进入黑海吗 没有土耳其的同意 美军的航母压根就没有能力帮助乌克兰打仗 如果美国的十艘航母想找个地方进攻俄罗斯本土 那么这些航母是准备吃核弹吗 拜登应该没傻到自己要找死 更奇葩的是 还有人相信英国人敢在乌克兰参与战争 这件事不但早就被英国首相毕摇了 而且呢也完全脱离了英国这个国家的外交传统和利益诉求 因为玩离岸制衡援助乌克兰军队是一回事 自己派军队下场参战 流血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不管是美国还是英国 难道自己花点钱让乌克兰人拼命不相吗 北约不参与乌克兰战争 符合北约成员国的利益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 现在的问题是 为什么会有人相信美国能同时维修十艘航母呢 从根本上讲 就是不愿意花一点点时间考证一下美国的实力 或者说就是在替美国吹牛皮 不谈大多数美国航母趴窝的现实 把越来越拉垮的美国海军说得如此强悍 等同于脱离现实 替美国人吹牛 本质上还是利用中国人的爱国情节收割流量 或者说是故意制造焦虑 吓唬中国人 有人会说 就算美国的确不敢出动航母对中国开战 难道就不敢冲动航母对俄罗斯开战吗 他们难道忘了 俄罗斯是一个核大国吗 给拜登使个胆 他也不可能有侵略俄罗斯的讲法 而且美国压根就看不上侵略俄罗斯 因为没有利益可图 同样制造焦虑的办法还有很多 比如俄罗斯倒下了下一个就是中国 北约的最终目标要以中国打仗等等 你猛一听 这样的说法好像非常爱国 但是本质上还是对俄罗斯和中国实力的极端不信任 另外 中国的安全什么时候要依赖俄罗斯保护了 北约的军事力量虽然表面上看着很强大 但是除了美军以外 还有哪个国家的军队能够对中国构成威胁呢 根本就没有 看看北约援助乌克兰的拉垮样子 就这种实力也敢说对中国构成军事威胁 欧洲国家的那些海军力量几乎都是弱机 跑到中国家门口只会被羞辱 在和平时期玩个自由航行都没有太大意义 更不要说战争时期不远万里来送人头了 所以美军同时维修十手航母准备大规模战争的做法 就是一种利用中国人的爱国心理制造焦虑 收割流量的做法 网友们看到这种惊悚的消息 首先想的不是美军有多可怕 俄罗斯有多危险 而且要判断一下其可行度到底有多高 脱离基本箭矢去制造焦虑 只会给某些人带来不安 非常不合时宜 这样的情况我们要尽量避免 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